新冠本土疫情再新增本土 五萬三千六百四三例 重重症新增四百零二例 死亡一百八十一例 並新增兩名兒童重症個案 累計兒童重症六十一例 而衛福部食藥署昨晚宣布 核准通過莫德納疫苗 緊急使用授權 可用於六個月到五歲的兒童 而幼兒季型的疫苗 最快七月到貨 七月下旬開打 而臺灣預定兩百萬劑的 Novavax疫苗也渴望在七月陸續到貨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降溫 十八號週末新增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例 本土病例 而中重症新增四百零二例 死亡則有一百八十一例 並新增兩名兒童重症個案 兩人都沒有慢性病史 一例為六歲男童 曾經打過一劑輝瑞兒童疫苗 隔天就因為快篩陽確診 後來因為呼吸困難送醫 診斷為肺炎 還在家戶病房治療中 另一例為一歲男童 五月底發燒 因為呼吸困難送醫 確診為肖吼症 所幸經過治療後 已經康復出院 累計國內十二歲以下兒童重症 有六十一例 而為了避免兒童染疫 衛福部食藥署十七號晚間宣布 核准莫德納疫苗用於六個月到五歲兒童接種的緊急使用授權EUA 補足幼童不能打疫苗的缺口 而且專家建議應接種兩劑 每劑零點二五毫升 兩劑施打需間隔二十八天 另外食藥署也核准 NovaFix的新冠肺炎緊急使用授權EUA 適用於十八歲以上成人 每人接種兩劑 每劑零點五毫升 兩劑需間隔三週 至於六個月到五歲的莫德納幼兒劑型疫苗 指揮中心表示 下週ACIP將開會擬定接種計畫 最快幼兒劑型疫苗七月到貨 七月下旬開打 而臺灣預定的兩百萬劑NovaFix疫苗 也渴望七月陸續到貨 記者Lashmi 林志堅 投稿